想请问各位知道什么叫淫欲吗? 当神创造了人类第一对男女的时候 给了他们对彼此一种独有的关系 那就是性爱关系 这性爱不但是两人在肉身上结合的举动 这性爱的关系背后显示了他们对彼此独有的爱情 男人担其全然保护与为女人牺牲的责任 女人也单一地仰慕着男人 一心一意地帮助他 他们在这样的性爱关系里 享受两人给予彼此的幸福美满健康与能力 然后生出蒙恩的后代 但是当人堕落之后 这性爱的意义与承诺在人心中被夺走了 男人以性爱来满足自己 甚至以此来占领控制女人 好显示自己堕落的雄性 女人以性爱来换取她要得的保护与关爱 这样一来男女都落入了堕落的欢爱 他们两者都找不到的就是真正的爱 当这样的欢爱渐渐变质 但人又具有性爱的需要 人就随即以放纵自己性爱的本能 借持来换取刺激 换取物质 金钱 甚至暂时的一种交情 各位这里头没有承诺 不需要责任 也更没有独有的爱情 所以婚前性 婚外性 同性恋 都是堕落的性泛滥 渐渐造成的结果了 人在这样的欢乐当中 他们得着的就是审判和羞辱 亲爱的弟兄姐妹与朋友们 你知道性爱是多么尊贵的吗 是多么的独有的吗 那是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一男一女 才能享受的幸福 所以你不要随便 当你将尊贵的当作随便的 你同时失去的 就是心里的尊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再次要小心 那里头的隐喻 它会夺取你这方面的幸福 那有些人很诚实地问我 说我们真的能从隐喻得释放吗 我们知道虽然人的爱已经堕落了 但是人总归需要爱 那让我们先从神的话语 得到这方面的答案 让我们一统翻到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十二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段很短的经文 那么在这边 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淫欲的事 我们往往有两种误解 第一就是我们认为 对付淫欲 就是以节欲的方法就可以了 各位要知道这不是长久的答案 就如人不能长久不吃饭 这个节欲绝对不能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主要答案 那另外就是有些人认为 他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各位 情欲不单单是一个需要 那是一个性情 所以必须要借着真理的光照 与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得胜的事 其实很多人一直不能胜过淫欲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淫欲的危害 不然就是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自己 各位 什么是淫欲呢 淫欲就是除了你的配偶以外 你以索取性爱的恋情和举动来得满足 所以主说 甚至你以淫恋看妇人的时候 你就在心里面与她犯了奸淫 这会摧毁你对你自己的形象 也会教你失去那圣洁的权柄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提摩泰很重要的话 说第一 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 各位逃避并不是禁欲的观念 乃是不刻意接触 各位你要谨慎 当你少看少听 或者你不继续看 不继续听的时候 你受试探的心就会大大减少了 你也不会被引诱进入那不健康的性爱想象 各位要知道 得胜这淫欲不是以长久解欲为方 乃是先要逃避 不刻意的接触 其实有一些一直不能胜过淫欲的人 他们是一直接触不健康的视觉与听觉环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的人性既是堕弱 也是软弱的 所以你要靠圣灵与神同行 你一定要谨慎注意 你领受进入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内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若是属于光的 就当行在光中 所以我们不需否认我们需要爱 我们也不需否认我们有性爱的需要 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眼睛 耳朵 器官 随从这黑暗的意思 另外 保罗也告诉提摩泰说 要同那清新祷告的人 常在一起 各位 若你在淫欲的世上有挣扎 你需要能理解与帮助你的属灵人在你旁边 各位 当你在淫欲方面有挣扎的时候 你在心里面有一种羞愧感 使你一直不能坦然无惧地面对神 甚至很多时候也对自己感到羞耻 但若你旁边有清新祷告的人 他能与你确认神的爱 他能将你时常带到神的光明当中 坦然的无惧面对神 也把你的挣扎带出来给神 让神光照帮助你 那你就不会一直受到那罪疚感的挟制了 所以在这里 经文也说到 你与这清新祷告的人 在一起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公义、仁爱、信德、和平 是与人的私欲对立的 一个是满足于现在 一个是满足于永恒 一个是叫人放纵肉体的情欲 而掉入更大的羞愧 那另外一个是把人带到圣灵的面前 回复那原有的尊严 那所以你要多尝到那永恒圣洁的自由喜乐 那就不会把自己交给这暗昧的事了 那最后 如果你在这方面挣扎 我也想劝勉你说 你求主给你一段蒙恩的感情 若已经在谈恋爱了 你可以祷告 尽快进入婚姻 倘若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 我劝勉你们多享受与配偶 那独有的性爱关系 经历那彼此合一的幸福喜乐 也担其对彼此的承诺 各位记住 夫妇之间的性爱 是你同时拥有彼此 也同时为彼此牺牲的 倘若你两人的合一 是能够带来你享受这样的承诺 那你也没有这么容易 被这淫欲试探了